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獨立在線單元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跟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的 Jenru來一起來連線 來討論一下這個禮拜發生的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消息 Jenru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Jenru這禮拜要告訴我們什麼樣重要的社會運動的訊息呢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去過新竹的香山市地或是青青草原呢 這個地方呢要開一條新路了 那這禮拜要跟大家說這個議題就是R1道路 那是有被徵收的徵收農民 他們是反對被徵收 那麼這條道路是從新竹那邊的西濱道路接到傑東景觀大道 那麼叫做R1道路哦 更質疑這個R1道路的供應性跟必要性在哪裡 我想很多人大概不太清楚好R1道路到底指的是什麼 剛剛雖然有談到的是某個路段 可不可以請Jenru再進一步的告訴我們這條路的 這個所謂的目的開發的目的以及他所要花費的經費 還有他可能會造成的影響又是什麼呢 R1道路是位於這個新竹就是香山區這個地方 也就是新竹市傑東接西濱聯絡道路的一個新闢工程 那麼在這個西濱快速道路跟這個傑東景觀大道之間 要開闢一個東西向的R1道路哦 那這個R1就是這個地方政府給這條道路的一個代號 那麼連結的是兩條這個南北向的一個道路 所以在四年前呢是由新竹市政府來提出這個案子 那麼在三年前是由這個國民黨的立委呂學章呢 向內政部營建署來爭取核准 那麼到今年呢R1計畫呢 預估要建造的費用是有46億元 道路全長是4.3公里 可是新竹市政府是說會減少的是2.8分鐘的行車時間 以及縮短0.84公里的行駛距離 可是這個呢這個內容就當然引發很多爭議哦 所以新竹市政府其實也明說 他們打造這條路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為了提升沿線的一個開發效益 這邊有特別提到說這條道路全長4.3公里 然後可以減少2.8分鐘的行車時間 跟0.84公里的這個行車距離 我想很多人這其實也是很多的這種所謂的開發建設 其實讓人家最納悶的地方就是 他其實能夠去減少時間並不太多 而且他能夠減少的這種所謂的行車的路程 其實也不是很多 那可是他的造價卻是非常的高 當然他也許有他的必要性 或者是有些端價的評估 可是在整個規劃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也應該要聽聽當地民眾的說法 說法或想法特別是他是經過了別人的農田 甚至是當地使用路權的人的想法呢 是那麼當天呢這個雖然說他們被一開始被拒絕進去開會 那麼到了現場之後呢 內政部是怎麼回應說這個內部會議呢 他當天卻說我們現在是可以邀請來這個五位代表進去參與 他們說為什麼是內部會議呢 這個當天是內政部地政司的一位官員叫做林家正 他出來說 因為在這個10月20號呢 這個土征的這個委員呢 有去現場現看 那麼委員當場是聽取了有數十位的民眾的澄清意見 他們今天是請新竹市政府要來回應這一個部分 可是呢其實連我都覺得很奇怪哦 如果新竹市府是要回應這個意見給民眾的話 也是就是直接回應給民眾嘛 那怎麼會是以內部會議的形式 然後拒絕民眾參與 只是講給委員聽呢 這也是蠻奇怪的哦 所以政府公開資訊顯然這部分做的就是還不夠 所以呢當天這個反對這個R1道路的廢除R1行動聯盟呢 他們要求內政部往後如果又要開會的話 一定都要書面通知這兩位被徵收戶 而且要在一週前來上網公佈這個會議資訊 否則這個民眾怎麼參與 或是民眾怎麼提供他們自己所知道的資訊呢 這聽起來的確是非常的荒謬哦 就是一個向民眾要去回應 或者要去讓這個所謂的民眾知道 這個現政府的一些思考跟他的做法的一個會議 居然一開始是沒有讓民眾來參與的哦 那當然民眾特別提到說 希望未來能夠去參與這樣的會議 而且必須要發一些所謂的開會通知給他們 那民眾他們現在的處境到底是什麼 特別是你剛剛提到有兩戶事實上他們的農田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甚至防射 也許會受到一些災害 剛剛說這個R1道路 其實是穿過這個青青草原 那剛好在頭跟尾哦 就是有兩戶農戶哦 一位叫做陳文賢 一位叫做溫瑞鄉 那麼陳文賢的土地 就是位在R1道路起點的地方 那麼這是他第八次被徵收 這是也蠻誇張的哦 那陳文賢當時候在記者會呢 就跟政府喊話說 這個沒有必要性或沒有正當性的建設 就不要再做放過我們一馬哦 那他覺得說這是他生活唯一的一塊田 請政府手下留情留給他 那這塊土地呢 原本呢 其實之前西竹市政府有提過像 香山秋林計畫 或是潮山都市計畫 那麼裡頭都有規劃 其實這邊已經有其他的主要道路 或是周邊道路 其實呢 大概六十幾條的道路 如果要重新改善 或是把它拓寬 或是把它做得更好 也要花的預算大概是四十五億元 那麼跟陳文賢其實當時就說 為什麼不做既有道路的改善 反而你要花四十六億元 只做一條 他說這叫做黃金打造的R萬道路 這也是民眾非常質疑的地方 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在台灣的鄉村地方 其實是非常常見的一種狀態 就是在一條快速道路的旁邊 或是下面你幾乎會看到一條平行的一個線道 或是所謂的既有的道路 那他們這個所謂的 當然道路的寬窄 以及它行車的速度的限制是有差別 可是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幾乎是一種overlap 是一個重複的這個道路 我們講的R萬其實是會也面臨到這個情形 那如果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來看 這樣的一個當地的這個道路 是真的不夠用嗎 它必須要蓋一條全新的這一條馬路嗎 剛剛陳文賢的土地是位在R萬的起點 那麼另外一位叫做溫瑞湘女士 它的土地是位於R萬道路的終點圍端 那麼呢 他其實當天就有提到這個 他們家附近的一個交通狀況 是其實是有路沒有車 他自己說他自己僅存的這個三分地 其實之前已經被開過 像那邊有原培醫事科技大學 以及這個玄障大學 那他那邊的路 他們家已經有土地是被拿去開玄障路 那再來這次被徵收就是因為R萬道路 那他去年呢 比較詭異的是他去年的土地不再徵收範圍 可是今年一個路線跟動 他的土地就被劃進去了 他說呢 他們家前面就是前東幾關大道 他就說每天這個車 從門口經過車流量是很少的 而且他們附近也有很多路 比如說像東鄉路 離東鄉路很近 為什麼用路人不去開別的路 而且他們前面的路車也很少啊 所以他就提到說我們家就是有路沒有車子 那他其實就簡單的問說 為什麼一定要徵收我的土地呢 徵收土地來做工廠道路或蓋房子都是政府在賺錢 那麼以後年輕人要吃什麼 要過什麼樣的日子 那新竹市政府針對這些居民的所謂的回應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質疑 當地的地方政府新竹市政府有什麼樣的一種 當天的會議過程呢 市府用一份這個36頁的簡報補充說明 以很多新數據來包裝這個R1道路 方剛原先說節省2.8分鐘的這個道路的這個過程 市府改稱可能會節省到10分鐘 9點8分鐘等等 可是呢卻沒有說明這個數據來源 所以這個會議過程當中呢 新竹市政府直接表態說 R1道路本來就是為了開發而開闢的 所以一開始所提的一些改善交通啊 疏通車流量只是一部分 所以未來呢可能會再計劃在道路周邊 再設立像一些夜行動物館啊 等等其他的一個開發計劃 嗯 所以顯然的這個道路的開發 它不是為了純粹的交通的需要 它可能是跟土地的徵收或是土地的這種所謂的 變更或是產生的某種 它的經營稍微是有很大的關係喔 那針對這樣一種做法 R1我們知道有一個R1這個費R1的這個聯盟喔 其實他們也是共同去參與了這樣的一個活動喔 那他們的一個回應或是他們想法又是什麼 費水R1行動聯盟當天的代表呢 一位學生汪少帆呢 他是代表這個聯盟來發言也幫助這兩位被徵收戶 那他們就說他們認為這是一條沒有供應性跟必要性的開發 目的其實很明顯就是為了服務財團 以及土地建商 他們指出這個建商的利益其實已經存在了喔 因為其實已經有十幾個建案都在R1道路的沿線 而且現在的這個建商廣告都標榜著說 欸以後你們來買我們房子這邊就有R1會開通喔 已經有這樣的狀況出現了 這其實是一個在台灣幾乎又是一再複製不斷的重複的 這樣一個例子喔 在這個這個道路都還沒有真正開發 甚至還沒有徵收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出現這種所謂的建商廣告 可見這些建商恐怕是比當地的居民更早了解 這樣的一個開發案的這個進行喔 那其他的這種所謂的參與者 例如說當地的一些里長啊 或是當地的一些這些民眾 他們是贊成或是反對或是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費亞蒙也提出了另外一個就是新竹市長許民財 他呢畫出了一個大餅也是一個 他們覺得是不符合供應性必要性的喔 他們說許民財呢 未來將推動現在就在推動兩岸的這個 南寮跟平潭的直航 他們覺得這個陸客呢 會直接透過這個直航來到新竹觀光喔 他們覺得是畫出一個陸客來台觀光的大餅 那麼有了R1呢就可以用遊覽車把陸客呢 直接載到就是這個青青草原 那麼呢再配合資金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底下的一個國際健康園區 在這個青青草原設立 把這個陸客帶到這邊來消費這個醫療商品 他覺得這是一個觀光產業喔 可是呢這個費亞蒙的汪紹凡他就批評說 許民財已經是不只第一次在這個青青草原 畫出了一些相關證件 可是呢他覺得過往其實沒有一向是實現的喔 現在又因為畫這個大餅要來開這個R1道路 他覺得這不是為了新竹市民 不是為了香山市民量身打造的一個產業規劃或產業升級 所以往後有朋友去這邊玩啊 或是新竹的朋友呢 其實可以多多關注這個R1道路的議題 很顯然的在台灣爭議已久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多人真正關心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問題 其實這些現象已經慢慢的產生了 包括我們過去跟他討論過的 這個桃園航空城的案子 或者是現在看到的這個所謂的新竹香山 R1的這個所謂的開發案喔 事實上你會發現都是為了某種的經濟利益 但是他其實這個經濟利益到底能夠 達到多少的這種所謂的真正的效益喔 我們政府其實也不見得真正能夠評估出來 但是這樣的一個經濟效益所造成的這種所謂的社會的損失 農田的損失以及整個環境的破壞 卻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他已經受到非常大的傷害了 今天非常謝謝娟如來跟我們連線討論 這個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下禮拜我們繼續再跟公庫的朋友一起來討論 謝謝娟如 謝謝 拜拜 謝謝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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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娟如